而在港澳碼頭方面 來往港澳的旅客都表示 不會擔心搭船的安全 氣象局表示 昨晚本澳的能見度 最低的時候只有0.1公里 預計今晚能見度會比日間稍為差 但會比昨晚的好 劉靖報道 港澳碼頭人流不絕 但昨天大批旅客滯留的情況 今天就完全看不到 在離境大廳 購買前往香港九龍船票的售票處 只有幾個旅客在排隊 有購買了船票的旅客表示 雖然發生意外 但不會擔心 因為意外的事情 沒辦法避免 那會不會說有些事擔心 沒有啊 沒有想要的 交通意外而已 是嗎 那之後乘搭船票 會不會說 小心點 不要得小心 不要得小心的 是嗎 因為是意外的事情 是嗎 那當初有什麼用 當初還要回去是不是 也有剛剛由香港搭船 來澳門的旅客表示 相信船公司方面 會認真處理意外 以後在船上 也會加強安全措施 但是船上會不會有些擔心 也不會 我想它應該搞好 也沒有問題 那其實剛才的海面情況 你一步上搭船過來 也不錯 沒有問題 氣象局就表示 昨晚本澳的能見度 最低的時候 只有0.1公里 但預計 今天晚上的能見度 會比昨晚好 昨天本澳由於受到一股潮濕的海洋性空氣所影響 普遍都是吹著東南風 令到能見度 一度下降至最低只有0.1公里 在今天來說 這股潮濕的海洋性空氣是有所減弱的 預測今晚入夜之後的能見度 會比日間稍微差一點 但是情況就會沒有昨天那麼差的 氣象局也提醒市民 一股冷風正從廣東北部向華南沿岸迫近 明天開始溫度會顯著下降 預計明天的最低溫度 會下降都攝氏14度 未來幾天更會降至攝氏14度